就这个第一赛季的所有比赛结束以后 看着直接格是百花齐放 每个人都在玩一些不一样的角色 泡哥那边也是掏了他的杰米哥 当然他杰米哥之前也已经登过顶了 所以也不能算是玩新的 只是体验一下目前加强过的杰米哥 杜哥那边也是拿了一首DJ 大家都开始考虑要丰富一下自己的角色 迟了毕竟到了第二赛季的一个竞争会 更加激烈还是一百万美金 谁不想要你说是不是 这一百万拿到以后呢 基本上未来的五年 你哪怕没有任何成绩都够过了 好那回到今天对准 这里没有投到以后呢 泡哥第一时间 这里的酒已经输到了三口 上来喝的还是有点舒服的 这一手打拆有吗 没有 那这里泡哥怎么说 一手金房轻攻击起手 该把这的酒续满了吧 不喜欢四九是吧 但这一手确凡 直接用重攻击起手 这伤害够吗 他必须得交SA1了吧 SA1打完都不一定死 那起身这里得磨一下 对手是没有无敌技的 哎你不压吗 有的有个SA2 看错了看错了 所以最后胖哥还是稳了一手 讲到刚才那个打的就有问题 你知道吧 刚才如果打的科学一点 站中拳下中拳起手打确凡可以 然后下中拳直接绿冲起手也可以 绿冲的重拳可能会来不及打中 那就反正直接站中拳的话 可应该是真的打不死 因为必须要当中取消一个TT的修正太大 换个别的应该都没问题 这个可能是捷米格的一个问题 来终掉摸中以后 绿冲的取消 升龙倒地 喝上自己的第一口 有了第一口就有战斗力了 这个插盒 等到你的一个回旋梯 用TC一波来到版面 再一个空间铲空 但是路哥这里没第一时间缓过去 稍微慢了一点 绿冲的重拳 拼到一个香杀 又是 哦呦哦呦 你们两个香杀有点多 我真的说 到底是好兄弟相爱香杀 再一个绿冲的重拳 那边应该是可以带走龙吗 没有 还给对手留了一口气 这一口气往往就是一个伏笔 哎呦那个重拳 打中以后那边给C死了呀 伤害超高的CA3 给你来一手剧终 等定活不了 没得活了 就跟你说了 往往给对手留下那么一丝 就是 就是一个伏笔 好了 路哥换角色 路哥很失修的就换了 换的有点快 那这个对手的话 对于捷米哥来说 就有点不太好打了 众所周知 捷米哥打鼓烈是有点难受的 尤其是在面对对手的发波的时候 你捷米哥 只有到了两久才刚有一个过波 而且还不太好过这个鼓烈的波 只有找那个猜命去跳他 这所有的进攻都汇聚在这里 然后赌命的下中角 这倒是没错 其余的拳脚的话基本对不过 就一个下中角 摁到你头皮发麻为止 对吧 那现在怎么办 看一下胖哥这边坐大牢 这个队局倒不是说这个力会有多难打 主要是你喝不到酒 你说你把鼓烈放倒了 你那个压起身你不压吗 你敢喝酒 你喝酒就是劣势 对吧 你越喝你越烈 你明明看到自己的一个buff在场 但实际上呢 你已经陷入到了万劫不足 这里空间彩罩 下中聊输到第二口酒 这里你就放他走对吧 你放到他走以后你就难打 这种情况就不喝酒 只得压上去 可能是最有解的 头到 头完以后再来一回 没有了 哇好反应 OD斗爆过波 然后给上降强引擎 降强引擎一开以后游戏瞬间结束 解米克如果用OD爆回摸到别人的话 然后给上SAR 算是游戏当中为数不多 SAR单发能给出很高伤害的一个角色 现在还能给到一个49的buff 而且现在49就不会被清空 所以现在我觉得SAR还挺实用的 但他那个代入条件确实有点苛刻 要OD的爆回 那这种情况其实能代入说真的不多 除非你截到对手绿虫 来 这里是杜戈仙骄C 那找到一瓜 开始了 这个有两久的punk的话 这边依旧是有一个过波的机会 那杰秘如果要过古猎的波的话 还有一个限制的条件 就是你距离得拉得够近 那我看过有一些高手 他们就会绿虫冲到脸上 然后抓住你发波的那个timing 然后用一个OD爆回去过 可以惨重了 就喝满 然后喝满开始挨打 这很合理 喝高了 总得先被对手摸两个 那这一波你要怎么过 看一下punk怎么来处理空间 还是下中角 还是要跳 直接绿虫的重拳摸到一下 但是不敢继续追 投没有投到 继续用中角再来一发 中角要取消吗 因为手上斗气不够 没法绿虫取消 如果说他有斗气不好 我相信他会绿虫直接冲过去了 哦呦 这里用S12 但怎么说 只能投了 因为这个血量是不够反蹦的 刚才如果说 血量多那么一点点 能够接下一个反蹦的血量的话 那杜哥已经死了 这里只能投一下 却挺难受的OD的爆回 哪下 确实没想到 这个剧情是这样子的一个窄 好 上来一个空跳 抓到对手蓝房 61口酒 现在能前头喝到酒的话 打鼓烈比原来要舒服太多 DZ 神龙打完 只能跳一个安全跳 这边蓝房没有做到一个金房 神龙完了 这里吃到一个缺反的话会有点痛 又是一个安全跳 那杜哥这边只能是在反面慢慢挨打 鼓烈这个角色出反面的方法不是很多 主要因为他的一个普通拳脚能取消滤冲的招 不是很多 而且有点短 很多时候只能是看着对手在反面压你 不像别的角色一个下中角滤冲的出去 这里滚两拳以后停下来做一个修正 杜哥被骗麻了 真是贪啊 当然他也有贪的这个资本 血量足够的东西 这边没贪到最多也就是个拆头 不然你还能反打我不成 跳一个正面没跳到 先蓝房第二发波直接跳过去 那这是最坏的一个消息了吧 我感觉胖哥这边应该是要准备直接开这个降箱引擎了 他好像现在也挺喜欢这种 这引擎一开的话 只得满一个49 对他这里都不喝酒了 是准备要开降箱引擎秒对手 不对他这边直接CA的话对手都死了 也不需要什么降箱呢 看他怎么做怎么操作 一口酒都不需要 中两波 直接CA过 好 好好好 直接把鼓励的波都给他过麻了 真正的过波高手 胖 天才是吧 好好 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